是正確的 但是我們很多人都喜歡 我們社會裡面 很多人都賭心堅強 所以我要問的是 不管你猜他 你要他是什麼 那你根據的是 我們剛剛所說的那樣的條件 是什麼 我們有幾個可以依據的東西 我們來做判斷 所以樹皮 好像有一點斑紋 又沒有斑紋 所以這個樹皮好像 好像沒有 好像現在目前 他沒有辦法做幫我們幫助 所以我們要靠 一招幹事闖千笑 好像是不行的 所以現在我們還 還必須要第二招 第二招 我們葉子 我們說他有沒有尖 有 有 所以 所以他是尖的應該 應該是 你看 葉兒肌部有沒有 有沒有歪肌或脊椎 沒有 沒有 接下來我們來看 他上面有沒有 有沒有結了 那個翅膀的果實 沒有 那我們綜合這一些 有沒有翅膀果實 不一定能夠判斷 從他葉子的尾巴跟他肌部來說 我們說他 他的舉目的可能性 就比較高了 對不對 OK 那我們是 在很多時候 當我們到野外去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有這樣的過程 那如果我們不願意做這樣的過程 我馬上就需要答案 這叫做賭博性堅強 那賭博的話 那什麼 那就是 就要有書的準備 但是我們很多人 就喜歡賭的 你又要報你 應該是 我覺得應該是 我覺得應該是